这些是我们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电子设备 只要让他们联网 他们的时钟就会一直像这样整齐划一的走下去 小时候家里上不了网 恶作巨石我会把家里每一块表调个乱七八糟 连电视电脑和爸妈的手机都不放过 遇到这种情况 家里人就只能等广播或者电视整点报时 才能重新兑好时间 当然后来他们想通了 想解决这个问题 家里要么得有条宽带 要么得有条皮带 当年呢我总是有个疑问 为啥电脑一连上网 时间就能走准 这个存在于网上的时间 又是从哪来的呢 今天量子卫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全世界的手机和电脑 是怎样从网络上获取他们的时间的 难道这个时间的源头 是一台极其精准的大时钟 只要和它相连 时间就绝对不会出错吗 这么说有点对 但也不完全对 实际上像这样掌管兽石的主石钟 有很多个 和他们相连的服务器也有很多 那么他们是如何 和彼此保持同步 又是如何让所有设备的时间协调一致的呢 今天被广泛使用的网络时间协议 简称NTP 就是用来解决网络时钟的同步问题的 同时呢 它也是整个互联网发展史上 最古老的网络协议之一 总的来说 NTP服务器可以根据时钟的精准度 划分出0到15 一共16个层级 处在同级的服务器之间 可以相互同步 处在下级服务器 可以从一个或者多个上级服务器同步时间 最上面这个第0层是一些基准时钟 我们稍后会具体解释 第一层的服务器都是直连基准时钟 误差极其微小的主时钟服务器 一般来说 它们要比下层的设备更精准 从第二层开始 就是从上层获取时间的各种网络设备了 时间就在这些层级当中逐渐向底层传递 形成这样的金字塔结构 划分这么多层级看着很复杂 但其实我们平常使用的手机电脑 很多时候会连接位于二层或者之后的服务器 而且一般会待在三层到五层这样的位置上 七层以及之后的层级用的很少 当然15层以后也不是没有 协议里的第16层它的含义是 未经同步过的设备 有了NTP 我们的电脑获取时间的路线就很明确了 但还是有个问题 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 网络它是有些延迟的 电脑找服务器问时间 论到了时间传回本地 不就又成过去了吗 NTP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假设现在我们的电脑C 和受食服务器S的时钟不同步 这个时间差也叫偏移量 我们记作θ 这里要补充一句 NTP下的时间数据 都是用时间戳来表示的 只是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先用几个简单的时刻来举例 在T0时刻 电脑C向服务器S发出了查询请求 S在T1时接收到请求 然后很快在T2发送了自己的时间数据 C在T3时刻接收到这些数据之后 该怎么校准时间呢 计算机首先要知道自己和服务器的 往返延迟Delta 也就是这个式子 同时还需要计算两个方程 首先是T1等于T0加上偏移量θ 再加上平均网络延迟 也就是往返延迟的一半 其次是T3等于T2减去偏移量 再加网络延迟 这样就可以得出服务器和计算机的时间差值 计算机在根据这个值调快或者调慢自己的时钟 就完事了 不过NTP有个前提 它默认服务端和客户端的网络路径得对称 也就是说电脑发送请求和接收数据的路径得是一致的 延迟也一样 如果延迟不一样的话 就目前来说不只是NTP 我们还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准确同步时间 除了这些 NTP其实十分复杂且庞大 能用几分钟的视频就亏见它的全貌 是不现实的 就比如 由于时间数据在网络当中传播 难免会产生一些错误 还会用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算法来筛掉误差数据 保证传递的准确性等等 但这里面有些算法的名字多少有点奇怪 比如爆米花峰值抑制器 大船系绿波器等等 这些奇怪的名字 其实都是当年的发明者整的火 放到现在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这个至今仍在数十亿台设备上发挥作用的上股协议 最开始竟然是由一个人也受搭建的 我们要认识的主人公名叫大卫米尔斯 这个名字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并不算出名 我们要不就叫他大米吧 1938年大米出生于加州奥克兰 非常不幸的是 他先天患有青光眼 依然有着严重的视力障碍 仅上的那点视力 还是靠一位眼科医生用手术帮他挽救下来的 眼神不太好 大米只能上视障人士的特殊学校 甚至中学的时候还因此被老师讥讽 永远上不了大学 结果是他不仅上了密歇根大学 还从本读到了博 读本科的时候为了付学费 他还在安纳堡和底特律电台 同时兼职过播音员DJ录音师 甚至是发射机工程师 1971年他在密歇根大学 取得了计算机和通信科学博士学位 那时计算机前景还是一片光明 打工人不会天天在互联网上吐槽互联网行业 因为压根就没有互联网 随后大米在一家名叫 Comset卫星公司上班 主页是研究互联网的前身 Apa网 在这里大米和同事 就已经开始尝试用Apa网 来连接远程计算机传递信息 以及用各种礼语双关语 给程序起名 但在当时 每台电脑的时钟都不一致 各走各的 时间不一样 信息交换的时候 就分不清谁先谁后 这就导致电脑和电脑之间 虽然能传输信息 但没一句靠谱的 计算机之间 即便建立了通信 也没法实际应用 从这时开始 大米就注意到了 计算机对时间同步的迫切需求 在他苦幸研究下 1985年 网络时间协议NTP就此诞生 此后的时间里 大米在自己的工作之外 还和一群工程师们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志愿维护着NTP 这项服务于亿万用户的庞大项目 到了2012年 大米的失利状况突然恶化 10年以后 它已经完全失明 但即便彻底丧失失利 只能听着电脑的机器朗读写作 这个脾气古怪的老头 仍然无偿地维护着 这个广义世界的项目 每天花几小时写文章 描述NTP的具体架构 提出改进方案 直到人生的最后 今年1月17号 大维米尔斯在特拉华州小城 纽瓦克安然离世 享年85岁 有人统计过 在2000年的时候 NTP服务器一年要处理的 时间同步请求 最近达到了180亿次 没过两年 这个数字就又翻了10倍 到今天 数十亿联网设备中的绝大多数 都还在使用NTP获取时间 NTP服务器的数据量 早已变成了难以估量的庞大数字 可以说 NTP协议和这些受识服务器 它们共同组成了 互联网世界的心跳和脉搏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 最高一级的主时钟服务器的时间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 位于零级的NTP基准时钟 就是实验室和导航卫星里的原子钟 不过 现在主时钟服务器和这些基准时钟 相连的方式不是NTP 而是更加精确的PTP协议 我们这次就不再展开了 实验室里的原子钟 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 而每一颗导航卫星上 也配备有多个原子钟 例如GPS卫星上的时钟 通常是由两个色原子钟 和两个如原子钟 共同确定的 GPS向地面的受识服务器发送的时间 就是来自这些原子钟 用导航卫星当时钟员还有些好处 那就是 卫星信号相比地面基站发出的长短波信号而言 覆盖范围更广泛 更不易受到干扰 由于卫星的时钟足够精确 也足够可靠 许多电力公司将基于GPS的时间同步设备 引入发电厂和分电站 如果发生电力故障 根据他们在电网传播的精确时间的分析 工程师们可以追查到断电的确切地点 好莱坞的制片厂 也会用GPS对自家的声音影像数据和摄像机时序进行精准控制 除了导航卫星 有些受识服务器还会参考地面上的一些受识电台信号 例如英国的MSF频道 德国的DCF77频道 或者中国的BPM等等 当然这些电台的时钟源 还是分布在各地的原子中 到这里 我们已经找到了网络时钟的源头 可当前的具体时刻又是怎么确定的 网络时间的标准又是啥呢 最早在全球通用的时间叫做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 当时的人们通过观测地球自转 也就是太阳在天空当中的位置来确定时间 并且将调识信号广播给全世界 可是地球自转的时间以及地球极点的位置 其实一直在轻微变化 观测出来的时间并不稳定 而到了1955年第一座实用原子中发明之后 以原子中发明者路易斯·埃森为代表的一帮科学家 试图将相对通用的世界时 和相对精准的原子时协调起来 他们将秒的定义换成了原子秒 这样的话计量时间就有了一个恒定的标准 在这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下 全世界的时钟才有了同步的可能性 当然原子中的计时虽准 但直接将它用于网络售时 还会遇到一些其他问题 之前一些视频里有详细讲过 各位有兴趣的话你来看看 1960年美国海军天文台 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 以及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协调了他们的无线电广播 正式产生了UTC协调世界时 在今天维护它的机构是巴黎国际计量局 国际计量局会将全球53个国家的400多台原子钟 所报送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 在用筛选出来的几台最精准的基准原子钟 加以校准 最终得出全球通用的报式 并且广播到世界各地 可以说我们的手机电脑上所有的网络时间 最终都来源于这里 总之时钟时间是不断寻求共识的结果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确的主时钟所爆出的时间 也是几个原子钟独树的组合 现在想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达到金融电力等许多重要领域 网络时钟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诸多好处 这也很容易忽略 这最不起眼的小小网络时钟 是几十年来多少尖端技术 熔炼一炉才产出的宝贵成果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能让你有所收获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留个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